电脚 鸟的身子基本上都是蛋型的 都是一个鸭蛋 鸡蛋这种圆的形状 它的动态主要是取决于头和尾的变化 这个头和尾巴它的配合也是很重要的 有些时候就是说你的根据自己在自然界里边的观察和自己的用心的去记 就是说不要把它搞得看起来挺别扭的 它就这个头和尾巴它的配合是有一定的规律可行的 鸟的种类是很多的 当然我们换脚它没有像这个其他那些搞科学的这个对鸟内研究的那些人那样 把这个品种什么科目都搞得那么非常的清楚 因为我们这个所需要的不同 我们的这个角度不一样 我们基本上把这个鸟的一些分类和这些特征能够清楚就行了 特别是几种大家都比较爱画的这些角 能够把它的这个基本特征能够分得清记得住画得出来就行了 你看比如这个麻雀 麻雀你就得注意它的这个白的脸和这个黑白 这是麻雀的主要特征 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 对 我们来看一下 感谢观看 这个拔鸽鸟就要注意它额头前的毛处 它有一处毛在嘴的上方 和它的翅膀有一点白色的翅膀 这个是拔鸽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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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拔鸽的主要特征